誒 保文大哥 你兩位好 誒 你好 我那個 我請教一下寶哥的問題 寶哥 誒 你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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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誒 那個 那個 因為吼 我有買入那個 榮林郡啊 嗯 啊 要先帶入那個 耐克羅 但是我有先做一個問題 它耐克羅的作用機制就是把那個 水裡面的空氣中的空氣都會輸掉 導致它那個 那個 溫波雷死 但是我如果這樣 套作會 套榮林郡 我都套 我都套 我如果榮林郡跟耐克羅套一趟一趟 這樣下去 處理殘廢這樣 還不去英雄到榮林郡啊 或是新專家包甘郡 這是第一個問題 啊 第二的問題 就是說 嗯 我最近有做到 八分的殘 啊 因為我之前都是 都那個 我之前都是那個 我之前都是那個 比較黏土的 可是 這 八分的殘 我這樣摸到 比較 擦地 啊你如果 擦地 我還沒奔作過 擦擦地 那個 會 做這個方法 因為 我希望寶哥 如果妳說 擦地 要 需要注意 什麼 還是什麼 給我建議 這個 這兩個問題麻煩一下 謝謝妳 好 來 看寶哥 來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那麼這種這個 以前我們最早其實頭金布雷的第一好用的 第一好用的大概第一好用的 應該是什麼東西呢 三本粗食 這真的不是說我們在拿金的工庫 就是說純粹都不要去考慮什麼 但是你如果想到說那很賭的 你覺得可以用對不對 人在營不好 你覺得可以用 我不知道 如果我是怕得不敢用 那其實那個褲底薄 這應該是效果上也還可以 這個耐克蘿這種東西 其實這個效果上還不錯 就是說但是現在很多人也不太愛用 因為你風頭的時候 因為它是形成一個薄膜 就是說那個耐克蘿開了之後 它是一個薄膜 它不是把空氣的 這個不是把它的空氣全部 全部給 把它吃掉這樣 就是它好像是一個薄膜 然後 它當然是會減輕到這個 但是就是說它的熱在木櫃度 它會營五層 就算是有一點 這些在傭膜 你是鹽�的 湧應該是我們 它的吩咐 它那麼也要 它們舒服 但是 kalau要湧 它陽溶掉完 有一個下降 但是對著我們 這是一段時間過 是不是 我們給它抬死 之後就沒了 所以這種東西 如果是當時在用 比如說我們的榮林菌下去 就只有短暫的那個時間 因為一個時間過去 它在水裡面差不多一天 一天之後 它的作用就沒有了 所以如果你跟榮林菌作用 榮林菌其實比較慢 就因為我們是活性包子 所以它在用下去 就比較慢一點點 所以這個原因是在這裡 所以這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是要知道就是說 而且這個耐克羅 它把水裡面的一個氧氣 因為我們動物對這種氧氣的濃度 這個水球 跟衛生物對氧氣的這個水球的量 是不一樣的 所以 這我們有去把它試過 這確實是有 我會記得之前 有好朋友問過這個問題 就是說它沒有空氣 我這個東西是不是就也變得沒有空氣 這好像之前也有人有問過這樣的一個問題 這確實也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沒有關係 所以就是跟那個時間 跟那個時間在用 就是你如果是用下去大概一天 我們在用這種油 他們通常就是 他這個 出力過 出力過之後 有的魚骨也會用這種東西 魚骨裡面 現在是不是 把水流流流流流流流 流到很快的時候 它會把耐克羅濾下去 它要帶什麼 帶那個無鍋魚的一個 有的無鍋魚的魚災 所以它會去用這種東西 幫它製洗 這有這種效果 但是我們剛才說到 就是這個耐克羅 它本身 它可以奪走水中 裡面的空氣 但是不是全部 但是對於我們的水生 這些動物 他們當然就動不了 但是維生物 那一點點氧氣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你可以 稍微來跟它這個了解到 這個確實是有很 這個有去做過這方面的 這個企業 所以沒有關係 你可以放心大膽 這樣子一起來用 還蠻方便的 但是呢 這個效果其實還可以 所以沒有關係 你可以這樣來用 所以 比如說你要像這個榮林菌 榮林菌我們在 在蠻殘的時候 我們就在那裡 已經把蠻殘 蠻殘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放榮林菌 假設你如果是這樣用 你放金蠻蠻油 你也是補了的時候 我們才會去 放金蠻蠻的油 所以這有時候 這個時間上 可能是沒有什麼來講 所以 這倒是 所以你做費用也沒有關係 這有做過這個企業 所以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讓你稍微了解一下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就說到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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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管理上要注意 一般來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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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耍地最重要就是缺棚 這很多我們在種的這個作物裡面 特別特別要去注意的一個 所在就是這個棚 就是說你棚還是不去給他注意 這很快 這很多種不說很好吃 所以有條件 當然我們可以放一些油肌肥 還是說這個纖維質的這個東西 尤其這個比較重的這個東西 把它打下去 在有條件的情形之下 這個東西在營其實效果很好 這是一個把我們的檔去營 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在營的時候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這個所在就是 注意噴 噴你也不是說我自己打一點 比較多一塊一塊一公斤兩公斤而已 還超過也不行 那個都流掉了 那個也不好 所以我們噴就是要注意 我們已經知道這是這個耍地 比較耍地 所以我們可能在這個噴 我們稍微注意來給它這個補充 所以這應該就沒有什麼樣的這個問題 這個大概是這個 你可以去知道 所以有機質增加 要注意一下噴 在入肥的時候 在入肥的時候 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 這個耍地 最重要的這個所在就是 它比較不會掉肥 比較不會感 比較不會感那個肥料 所以 它的這個陽離子交換能力比較弱 所以 我們在營的時候就是變成這個肥 陽離子交換能力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肥把它撈下去 它會有一部分稍微把它撈掉 慢慢的再適合出來 這種就是我們 我們說叫做保肥能力 才可以補肥 那個肥份可以補齊掉 這種的一個這個力量 這在我們頭如蠍的頭 這個補肥的力量就如廣 所以 因為我們沙地補肥的力量比較多 比較多我們知道就好了 我們就是補肥 接著 反正它就補肥不掉 你下那麼多也不好 好 跌去把它減掉 所以我們就補肥接著 只是這樣靠比較淺 一般來說 就是 如果是他這個症 感到要來看起來 比較適合的這個地方 如適合的這個地方 山陽通常都會比較低 因為 這個管理上比較沒那麼好 通常就是我們肥比較沒那麼高 有的就說 尚光沒有我沒有高高 我都很高高 我留很多 這種就出事情 所以一般就是說 我們如果是對著這種 比較適合的這個地方 在管理 最好的方式 當然你要像 精采 可以用低罐 這個像以色列 他們就是用低罐 這個 反正我的肥肥沒辦法 就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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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 然後就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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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 我們是有稍微注意到 這樣就比較沒有這部分的解決問題 所以這在這裡讓我們注意提出朋友 你稍微做一些參考 就是說對 反正我們就是注意這個 這種他的課點 這個地是沒辦法去改變的 所以可能我們很多最重要的地方 最重要的地方 我們可以稍微做一個轉變 知道這個問題出在哪裡 其實就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我們就是相對有問題的地方 我們可以稍微注意 這樣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